Hello everyone,欢迎来到今天的Livian 说节日节目,我是主持人Livian 那么我们都知道一年有十二个月, there are 12 months in a year They are January, February, March, April, May, June, July, August, September, October, November and December So we know that in those months, we can see different festivals 在这么多的月份当中呢,会有着不同的节日 Now, see the first one, let's see the first one What can you feel from this picture? 从这幅图片你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Yes, you feel very happy, you feel very excited, right? 你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Because it's red, it's all red 所有的东西都跟红有关系 So we call it Chinese red 有一个词叫做中国红,对了 因为red, this color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红色对中国人尤其的重要 and red means lucky, means happiness 红色对于中国人来讲就是幸福,就是幸运 but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with the foreign people 但是其实红色在其他西方国家呢 不是这么喜庆的意义哦 那至于它的意义,你就可以想到 可能想到了血,可能想到了流血 可能想到了生命,对了 所以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这儿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能体现的 Now, I'll show you two words The first one we call New Year's Day Do you know what's the date of the New Year's Day? 你知道New Year's Day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年是几月几号吗? 没错,每年的1月1号是吗? 叫做元代,叫做新年 but for our Chinese people 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它还有第二个寓意 Spring Festival Spring Festival叫做春节 这就出现在我们在计时法上面的不同了 全世界都有一个日历,对吗? 每年几月几号是第几天 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还有一个隐藏着的日历 我们分阴历和阳历,对不对? 那我们过的阴历的年就是Spring Festival 对了,它往往不是每年刚好的1月1号 而是往后退 可能到1月份或者到2月份去了 这是我们的纪念方法的不同 所以对于全世界人们来说 每年的January的1st 可能只意味着New Year's Day 新年来了,New Year's coming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 我们还在waiting for the Spring Festival 我们依然还在等待属于我们的春节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for Chinese people 可以这么讲 它是对于中国人来讲最重要的节日了 没有之一,它真的是最重要的 无论什么节日都可以不过 但这个春节是一定要过的 So can you remember it? We call it Spring Festival 实际上就是春节 也是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 对吧? So that's happened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这两个节日呢会相继发生在1月和2月 那么转眼春天来了 我们走进了三月 We go to March 走到了三月到了一个节日 是全世界性的节日 叫做Tree Planting Day Tree Planting Day 有可能叫法会very different 在其他国家可能并不叫Tree Planting Day 但是三月一定是和什么有关的 对了和成长和发芽和换新有关系的 所以在中国三月份有一个重要的节日 叫做Tree Planting Day 植树节 Now we can see the students They are planting trees 他们正在植树 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地球做一份 对了环保的贡献 So now we move to the April 现在呢我们就要走进了四月 四月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呢? 有一位同学张姆瑞就说 April Fool's Day 愚言节 但实际上呢 它并不算是一个节日 什么叫做节日呢? 节日一般就是为了庆祝 欢庆一件事情 那愚言节只是for plain tricks 对了只是为了捣乱捣蛋而已 所以April Fool's Day呢 虽然也算是一个日子 但它是不能称作为festival 那真正称为festival呢 刚刚Villian说过了 中西方呢会有很多的交汇处 叫做Easter Day Easter Day 你肯定过过 叫做复活节 对了 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 复活节 Especially for children 这些节日呢 现在也越来越演变来 特别为孩子准备的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画彩蛋啊 然后找小兔子找彩蛋的游戏 叫做Easter Day 复活节 Easter Day 复活节 所以在四月份这个节日 Vivian觉得它就相当重要了 也愿意跟小朋友们一起玩这个 各种手工啊 或者是各种画彩蛋的游戏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五月了 五月有一个节日啊 也是特别重要 那在这个节日里呢 我们中国会放假 对了 我们会放假 以前的假期是七天 现在改成三天了 这是什么日子呢 哎 看看 叫做五一国际劳动节 So we call it The Labor Day The Labor Day Labor是劳动者的意思 So Labor Day 五一国际劳动节 也并不是说劳动者只有在这一天才是得到休息的 而是说在五月份啊 给劳动者一个休息的这样一个时间段哈 然后呢 来鼓励他们在工作上更加努力 然后呢 在事业上更加努力 在学习上更加努力 对吧 五一国际劳动节 是的 可能其他国家不这么叫 但是for Chinese 中国人我们是这么叫的 Labor Day Labor Day Okay So are you a labor 你觉得你是一个劳动者吗 Of course You are a labor 当然你当然是个劳动者了 学习也是一种劳动 脑力劳动 好了 那很快脚步就进入了六月转眼 上半年就快过去了 六月有一个特别special的day for children 叫做 Children's Day 你们都已经看见了 并且已经盼望上了 对吗 Children's Day 叫做儿童节 儿童节 那么在这个日子里呢 就是完全为了孩子们的 是的 那什么岁数之内算做儿童呢 没错 12岁以前都叫儿童 如果12岁以后进入13了 就算teensburg的青少年了 Okay 所以12岁是一个分界点 你还能过儿童节吗 你还过几年儿童节呢 你可以算算你还能过几年 Okay Children's Day So you can do so many things On Children's Day 在儿童节你也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对吧 Okay 那脚步进入了七月 七月呢 对于全世界人面来说呢 都是一个进入什么的日子啊 对了 进入夏季 或者是酷暑炎热的日子 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 这个学生们是非常难以集中精神学习的 所以在七月呢会有一个重要的 不能算是festival 不能算是节日 而算做holiday 叫做暑假 非常好 We call it summer vacation summer vacation 是的 summer 暑 夏天 vacation 假期 summer vacation or summer holiday both okay 两者都可以 Okay summer vacation summer holiday So it's the longest holiday through the year 这是全年最长的一个假期是不是 for the children and for the teacher 当然作为老师呢 也是可以放暑假的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认为 老师这个职业是非常棒的 因为可以有暑假 Vivian这么觉得 Okay 好 那转眼进入了八月 八月里呢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 是family reunion and family get together的 对了 是对于家人来讲的 我们管它叫做中秋节 这个单词也很简单 中秋节 一个字 一个单词 中就是middle 对吧 我们简称为mid 秋就是autumn so mid-autumn 节 day 对了 mid-autumn day or mid-autumn festival 中秋节 it's a time for the family reunion whenever you go 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呢 无论 亲人朋友 散在全世界哪个地方 到这一天 他们都归心四肩 都愿意回到自己的老家 比如说回到北京 回到上海 回到他们自己的老家 然后跟家人 一起团聚 这个节日 对于中国人 格外重要 如果要排序的话 它仅次于 spring festival之后 仅次于春节之后了 所以它非常的重要啊 mid-autumn day 对 好 马上进入九月 开学了 一开学呢 孩子们就忙碌了 老师也忙碌了 so there's a special day for the teacher we call it teacher's day 对了 是几号来着 very good September the 10th 九月十号 叫做教师节 是的 September the 10th so this is the day for the teacher yes to show your yes show your thanks to the teacher 是表达你对老师 感谢的一天 所以一般 在教师节的时候呢 都会组织孩子们 给教师留言 然后写卡片 对了 送花 对了 这样的小小的小活动 OK Teacher's day 我觉得每一个节日 不光光是为了过这个节而过 而是在这个节日 如果真的能过出来 你的想法和心思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比如说教师节 你不需要给老师准备 多么贵重的礼物 而是你自己的心意 哪怕是一个卡片 告诉老师 你非常喜欢他 你非常愿意上他的课 或者因为他的课 帮助了你很多 我觉得这对一个老师 是最大的礼物了 OK 好了 那马上就用10月 10月对于中国人民 有一个长的假期 叫做National Day 因为10月1号 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子 而是对中国 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对了 建国 也就是这一天 1949年10月1号 你们都知道 是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所以10月1号 对于中国人很重要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有 7 days off 放七天的国庆 大长假 对了 相比五一的那个 劳动节的假期 就长很多了 国庆大长假 So you can you can plan a trip 你可以计划一场旅行 and you can stay with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可以在家里 跟父母和朋友 好好一起待着 都可以 So this is National Day 国庆节 马上就有11月了 有人觉得11月 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月份 没有什么节日 在这出现 但是 有 什么节日呢 叫做感恩节 Thanksgiving 这又是Vivian刚说的 中西合璧 对了 实际上感恩节呢 它现在对我们的影响 也是很大的 感恩节这一天 如果是对于美国人来说 那他们就是单纯的 因为他们的历史背景 当初他们刚刚来到 这片土地的时候 那印第安人呢 确实给了他们很多帮助 给他们吃的喝的 而且还教他们 怎么住庄稼 所以呢 他们把这个日子 定为感恩节 就是为了要 showing their sin 把他们的感谢给他们 但是实际上感恩节 到了中国 我们是不是应该 是一样的心态 对 我们是一样的心态 虽然我们不像他一样 一定要感谢 那个 就是当初帮助过他们的 印第安人 那印第安人 确实也没有帮助过我们 可是感恩节这一天 我们可以感恩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和事 对吗 同样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日子 值得我们去 好好地过一下 有心思地 可以发短信 写卡片 给你身边的信任和朋友 对吧 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节日 12月到来了 12月中国 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 但是 但是 有一个节日 一定是众所周知的 叫做Christmas Day 对了 圣诞节 那我们未便之前讲过 圣诞节是关于谁的呢 哎 没错 叫耶稣基督 他不是关于圣诞老人的 圣诞老人呢 只是可乐可乐公司 为了在圣诞节的时候 促销自己的产品 他们呢 设计了这样一个老人 穿着红袍子 胖胖的 可爱的 这样非常招大家喜欢 虽然这个圣诞老人 也有他的原型 这个Saint Nicholas 他也是一个牧师 对不对 他喜欢帮助小孩子 还送礼物给他们 但是这个节日 都不关乎他们 而是关乎耶稣基督的降生 所以未便特别找了一张 这样的照片来给你们 而不是一个 欢乐喜庆的圣诞树啊 圣诞礼物这样的图片 因为未便要告诉你们 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是 耶稣的降生 Clear 那Christmas Day We can do so many things We often stay with our families 也是跟朋友们在一起 对不对 朋友家人在一起 And we show our thanks 表达我们自己的感恩 And maybe we decorate our houses 我们呢把自己的房子 全都装饰一新了 全家围坐火炉 然后一起吃吃喝喝聊天 对不对 非常的好 完全都是感恩的 好了那说到这儿了 一年转眼就在 我们在VVM的这个 Little Show里面过去了 你记住了多少个节日呢 从1月一直到12月 有这么多的节日可以选择 是不是特别酷呢